過去蔡英文也是被嚴格檢驗 那這個韓國瑜也不要哀怨 因為他16年半 陳前那個階段沒有新聞 現在就高雄市市長 那時候位階沒有現在 總統參選人這麼高 所以勢必這個要跟其他的 比如說宋楚瑜那一將 連家的一將 他們都是被檢驗過 所以第一個不要哀怨 第二個孫大謙們 你們不要大小聲 你們理不直氣壯 你們從頭到尾不要罵 罵罵罵什麼罵 這是而且還鬧笑話 對不對 你們不像我們 我們跑新聞31年了 我們過去那個產產申報書 我們是一本50塊去監察院買 那時候還沒有數位化 我們一本本報回去 因為太多了 所以我走到哪 留到新新聞留到時報 我們那個資料室裡面都有 你們也沒有嘗試 對不對 你們好棒棒喔 然後在那邊罵罵罵 就罵了 然後沉默7秒鐘 那不只是那個 他們的這個評述 刻意的虛報 所謂虛報就是 把它縮小報少 但是有一個部分 他們把它沖水 把它沖大 你知道這財產申報書 其實我今年五月 就針對這個財產申報書 我有提出幾個疑問 到現在都沒有解釋清楚 那符合時事 我們最新的 他們說這個農舍 就違建的那個農舍 雲林的 他說這個 我們那時候買啊 我們還有很多這個手續費啊 還有房仲費用 我們要付啊 衝衝衝到一千兩百萬 這次季節會衝到一千兩百萬 因為我記性不好 但是如果有紙本的 我記性很好 你看看 他的這個雲林農舍 當初的這個土地建物 他所自己申報的喔 取得了價格 這邊三百六十五萬 這邊四百七十二萬 總計是八百三十幾萬 八百三十幾萬 但他後來還可以開啟之後 講說一千兩百萬 這不只喔 一千兩百萬是這一次 你看跟他們自己報的 八百三十幾萬 有差 差得蠻多的 他後來不是說 我賣給另外一個人嗎 一個陳小姐嗎 陳小姐 對 那他那時候我虧耶 沒有他八百五十幾萬賣掉的 他是賺的 那另外還有一筆就是 我們看到一千兩百萬的 那個貸款 那現在還是幽靈貸款 那個最早我也 我也最早抓出來 沒關係 財源申報書上都有 那他記者會上 孫大謙代打 他用所謂的 那個就是 他們現在唯一只剩下 比佛利三莊 所以那個是 比佛利三莊的貸款 抱歉 因為客資不能公布 但是我們都有掉 該掉都掉 而且是新的 他的比佛利三莊 的確他還了 何庫的貸款 那邊有一個 依然是清廠 可是他的設定是 2015年 可是他取得是2019年 就今年的二月 才有一千兩百萬的貸款